我叫Bruce,黃振邦,在2000年加入CCDC 我叫諾芝萊,Shirley,在2010年加入CCDC 我們在2011年認識的,我剛剛從美國報完書回來 2012年幫黃定文跳《別有洞天》的時候 就開始擦出少少火花 然後我們2017年就結婚,今年2月生了個BB 我們人生之中都有很多的經歷 無論大事小事都是一起陪伴一起去經歷的 例如我讀MASTER,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大的事 最初也是Bruce鼓勵我去讀 他一直都很支持我,可以說是我伴個MENTOR 而我第一個FullLength奏集都是Shirley陪著我 她是我伴個MENTOR 而最近我們經歷最深刻的事就是陪了她入產房 今次CCDC40周年舞蹈節的Homecoming雙人舞展雙雙 我們的雙人舞,我扣念都是由HOME這個字出發 由我們自己的生活出發 由CCDC到家到城市的感覺去發展我們的雙人舞 這個雙人舞展 除了我們還有兩對不同年代在CCDC相識的夫婦 在不同年代的舞者同台表演有一種傳承的感覺 其中一對夫妻檔是文安和以珊 以珊是我一個很尊敬的APA老師 但是我沒有跟她在團道相處過 我想這方面Bruce會有多些認識 文安和以珊是我們的大師兄大師姐 都是我們的好好朋友 以前通常都是做她的舞蹈員 今次和台表演各自的作品對我的意義都很大 另一對夫妻是智歡和掃琴 Soul Kim在98年的時候我在ADF認識她 我很記得當年是法國拿了世界杯冠軍 後來才知道Soul Kim是CCDC跳過舞的 是我們真真正正的大大大師姐 今次三對夫妻檔在同一個舞台上做演出 我是覺得很興奮 而我們的小朋友都是在三個年代出生 Soul Kim的小朋友已經二十多歲 以珊那個好像十多歲 我那個就剛剛出生 都真的代表了三個時代 看來這個全城的意義 不單止在我們的身上 還好像在我們的下一代 轉眼間舞團已經成立了差不多半個世紀 創作了很多舞蹈作品 還帶給我們很多無限的回憶 不知道下一個四十年 我們的身體還可不可以自由自在地跳舞呢?